畫面現場是永續文創品牌ReHAL 進駐松山文創園區 所成立的反覆生活實驗室 透過許多創意行動 讓消費者可以一起來 參與體驗永續生活 像是一日設計師體驗 相當受歡迎 在暑假期間 吸引許多親子黨來參加 讓民眾利用現場的 廢棄材料罷素材 來打造出獨一無二的穿搭單品 應該說目前現在 在外面看到的衣服 大概都大同小異 仿來仿去的 然後看到這一家 就是它有很多廢棄的東西 例如鞋帶 拉鍊 或是一些人家不要的衣服 可以把它貧貧臭臭剪下來 然後去把它設計成 自己喜歡的一個樣子 然後我覺得蠻環保的 然後又很有一個設計感 然後穿出去不會撞 跟人家撞到一樣的衣服 對 然後 然後它的設計師滿多的概念都還不錯 像它這邊好像是有四個設計師 在做這個服裝設計 然後它有很多的洋裝 還是衣服 它是可能用三件襯衫 去把它組合成一件洋裝 就很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感覺 或是用牛仔褲 不要的褲頭配上一個襯衫 它就變成一件外套 然後我覺得它的理念就是很棒 就是讓人家會想說 欸 動手玩一下 跟以前我們只只想說去路邊 買個衣服好看這樣買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 那這邊環境也還不錯 因為平常跟小孩子比較不會有那麼 長的一個時間去相處 或是去討論如何完成一個作品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還不錯 就是兩個人可以互相討論 然後問問女兒的意見說 欸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看 欸 你覺得我選這個好不好 那也可以多了解到女兒 喜歡的一個色塊 顏色 還有她腦袋裡面的一些idea 想法跟設計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滿增加親子之間的交流 就覺得這樣很好看 所以就這樣平了 對 就是隨便看那個 因為我比較喜歡深色系 藍色系 所以我就想說 欸 這樣配好像滿好看的 就把它拼在一起就真的滿好看的 我們最初推出的就是Bari 廢棄材料吧 那一日設計師體驗 那一日設計師體驗就是 每一個人你就當自己的設計師 然後你用我們歸納整理過的廢棄材料吧 就是讓你運用 我們這個叫廢棄材料吃到飽 就是你來的時候 你就是改造你自己的東西 然後用我們整理過的廢棄材料 和我們的技術的協助 然後消費者只需要當一個 不負責任設計師 就是我想要那樣想要那樣 然後我們的車縫的專業的人 會去協助你完成你想做的那一件創作 那這個創作第一是你自己做的嘛 不是我生產在那邊等著人家來買 就是你自己做 你其實有一個選擇權去做你真正想要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它獨一無二 就是其實在永續時尚裡面蠻重要的是獨一無二 因為每一個材料它就是不會再有第二個東西 對所以那個獨一無二就會變成它很重要的特殊性 對啊所以在推出巴里號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做過很多產品面的思考啦 那當然為什麼我們要叫反覆生活實驗室 其實是會通過推出然後市場消費者的反饋 或者我們在執行上的一些障礙 然後而去重新思考說 那我們要怎麼再推出新的計劃 所以坦白說這個過程確實是會反反覆覆 開幕企劃永續藝術展也是一大亮點 搭配今年的計劃主軸重新整理 邀請創作者周玉穎運運用被遺棄的舊畫 搭配地毯布塊來創作 展間設計並運用大量的回收氣泡紙來布展 打造出了永續空間的沉浸式體驗 那其實這一檔展覽是我們做這個 Rehaul反覆生活實驗室的第一檔開幕展 那第一檔開幕展第一個就是 我們其實就跨街道藝術 就不是單純的服裝 然後跨街道藝術其實這一個創作者 他的背景其實是個非常 非常知名的服裝設計師 那本來他就非常擅長永續改造的相關設計 那也是他第一次用時尚跨到藝術的領域 然後我們叫Re-Arte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在智藝術的這個概念 然後主要的媒材呢 其實就是從很多像那個符合橋二手市集 蒐集回來的一些被丟棄的名畫 然後裡面每一幅的內容 其實都是所謂的名畫 當然不是仿造的啦 然後有可能是曾經是失敗的作品 然後被遺棄的這樣 然後再加上那個創作者他去改變構圖 然後像每一幅畫呢 其實他會有很多的幾何圖形 那這個幾何圖形去改變原來的構圖 可是這個幾何圖形其實是服裝版型 然後其實裁下來的 就是留在上面的去改變原來這個畫的構圖 然後裁下來的呢會變成這件衣服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個作品是這幅畫再加上這個立體的人台 所以他其實也有2D轉3D的概念 然後像我們在寫每一幅畫的媒材的時候呢 就是他裡面會運用的有被遺棄的舊畫 陽光雨時間機緣毛線塑膠繩 這個是這幅畫會用的媒材 可是裡面很特別是會有陽光雨 還有時間跟機緣 就是他可能被放在路邊曬啊 然後也可能被淋過雨有水漬 然後也有可能就是例如說有緣人看中他 然後他從那一手轉到那一手 然後呢再來就是這上面用的是毛線跟塑膠繩 其實裡面打了那個 就是那種打地毯的機器 裡面打進那個綁陽春面的塑膠繩 對 其實那幅的塑膠繩看得很清楚 等一下可以看這個 對啊 這這裡你看這個 裡面都是打了很多的 就是我們最常用那個 就是去買陽春面 然後綁在面上面 紅紅的那個 對 紅的 綠的 什麼藍的 什麼顏色 直接打在裡面 打進布料裡面 對 打進 這算地毯啦 比較像是打地毯的做法打出來 這一次開幕展的空間規劃呢 因為就是延續我們 Rehaul今年主題叫重新整理 然後那我們在重新整理 或要搬家的時候 常常會用氣泡紙去包東西 那氣泡紙其實是一個很便宜的材料 然後而且它可以反覆使用 所以我們這次其實是用了氣泡紙 去做整個空間的布置 然後像所有的背板都包了氣泡紙 然後呢 還有用氣泡紙 就整卷氣泡紙 其實直接當成我們的展示的展住 就是它上面其實可以放商品啊 可以幹嘛 然後椅子其實也包了氣泡紙 然後這個背板 未來就是我們拆下來之後 其實我們都會做成購物袋 我們後面有氣泡紙做成的購物袋 然後搭配這一次的主題 其實我們就推出那個氣泡壓花化嘛 就是大家可以體驗 其實那些氣泡紙也都是我們 就是買東西包在外面回收回來的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創作的材料 所以在布置上面其實也用了這個概念 然後另外一個元素是壓克力鏡面 壓克力鏡面 你看裡面用很多的壓克力鏡面 其實就是我們那個反覆生活的概念 所以你其實會看到很多畫面 會被投射反反覆覆 在那邊出現在那邊出現 就同一個畫面會出現 然後我們那個服務的吧台啊 其實是我們幫品牌辦活動的道具回收的 另外永續文創品牌 也與多位設計師合作 推出就衣改造計畫 讓民眾可以將衣櫥裡 捨不得丟棄的衣服重新改造 致力打造永續時尚 我們推出的一個永續服務計畫 我們叫重新整理 那其實今年一整年 我們其實推動的概念都叫重新整理 然後名字叫R加F5 其實R是Re號 那個F5是我們在電腦上面 有一個Refresh鍵 就是你要重新整理頁面的時候 你就會按那個F5 那就重新整理 那像以往有很多人做很多就醫的回收 其實就有一點打悲情牌 就是講說好可憐啊 你不要丟棄東西啊 你要把它留下來 讓它再活一次啊 那我們就覺得 那個其實是很悲情派 因為時尚的東西 其實還是很需要Fresh 因為畢竟是有趣時尚 那所以用Refresh 其實是要去拯救你衣櫃裡面 丟不掉的衣服 丟得掉的衣服 你就回收了嘛 那丟不掉的就是通過改造 通過我們建立的設計師設計平台 來幫你改造你丟不掉的那件衣服 所以其實今天消費者 我們並不會生產 例如說一百件東西在這邊等著人家買 而是我們做了一個 我們找設計師 我們這一次這一檔推了四個設計師 然後會推出制式改造 和客訂改造 所以制式改造就是會有公式 例如說褲子加褲子等於外套 然後T恤加T恤等於連身褲 然後男襯衫等於女襯衫 這是一個我們認為的改造公式 所以你就選了改造公式之後 你就把你的褲子拿過來 然後不夠的材料 我們都會用我們回收的廢棄輔料去搭配 然後讓你可以有一件新的樣子的衣服 那這個是制式改造 那客訂改造就是你就選人 就會讓你去髮廊 你要選那個設計師A B C D E 然後就是A 卡 B 卡 C 卡 然後你就喜歡他的風格 所以你就找這個設計師幫你設計 那客訂改造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有四個設計師 其實下一檔就會再加入更多的設計師 那你就選設計師 你看了他的東西 然後你就覺得他的風格是你喜歡的 那你把家裡一些 你可能覺得對你很有意義的衣服 然後你也不穿 然後但是你又不想丟 他有可能很貴 有可能是長輩留下來的 就是你想要把這個衣服有一個新的生命 或是新的版型 那你從我們裡面去選你喜歡的設計師 然後interview interview完之後我們就會列出說 建議怎麼改造 然後就有一個報價單 然後報價單你確認了 然後就做成這個改造服務的委託 所以我們才會說 其實我們提供的是永續的服務 不是提供產品 對我們來講 我們推出的東西都不會叫做商品 其實它是一種永續的服務 因為在永續時尚的做法裡面 有很多方式 其實要加入永續不是只有單一種方式 就是每一個人選擇比較適合自己的方式 就是參與永續時尚 那永續時尚裡面有很多概念 例如說二手回收 以租代買 按需生產 然後等等的 或者是 我們這個叫做升級改造 就是其實以cycle來講 有分downcycle,upcycle,recycle 那upcycle其實就是通過設計 讓這個本來比較沒有價值的東西 可以提升到價值 所以它提供的是這個 所謂的upcycle的改造服務 像改造有一個 就是比較特別的是故事 就是如果這是你爸媽的衣服 然後你把它變成你自己跟 或是你給你的小孩穿 然後像我們跟UniClo合作的那一檔 其實就是把主人的T恤 改成狗狗的衣服 對啊 那個其實就你知道 因為狗狗就是很喜歡主人的味道 然後再來就是 你二手衣回收 你其實很多人不是很敢穿別人二手衣 以台灣除非是很vintage這樣 那你如果回收給狗狗穿 其實大家就比較沒有這個障礙 相對於回收改造 就是UniClo的那個合作案 其實回應非常好 像第二波 現在第二波到八月底 其實是可以線上下單 那線上下單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要寄衣服回來很麻煩 我們有回收的很多UniClo的衣服 但你要告訴我你狗是什麼顏色 對我們把你配色 對就是不一樣的邏輯這樣 然後就是你想要做這件事 但你可能覺得你沒有合適可以回收的衣服 可是你還是很喜歡這個設計的話 然後或者你很想參與這個永續行動 然後你就告訴我們 我們是有叫他上傳狗狗照片 然後我們就自己幫他的樣子想一下 他應該可以選什麼回收的T恤 來幫他改造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另外一個合夥人 其實他們是高齡文創基金會 那高齡其實是台灣工業用縫紉機上市品牌 很長喔 然後其實他們就基本上工業用縫紉機 其實就是為了大量生產而製造的 那基金會當時推出的時候 我們在尋找一個 基金會比較合適切入的題材的時候 我們就選了這個永續時尚的題材 那選了這個題材 因為基金會其實某種層面 它是非營利組織 它會比較是贊助鼓勵性質 然後或者比較是贊助的方式 那缺點就是 其實我們當時贊助了很多的服裝設計師 去推出所謂用廢棄在製的設計 那就是贊助 可是這個贊助的層面就會變成 其實它永續時尚的這件事 比只發展在伸展台 就是感覺好像少了一些消費者 可以參與的管道 所以其實後來創辦ReHaul 主要就是在推動永續時尚這個概念底下 覺得我們要create 更多消費者可以參與的方式 而進駐到松菸成立反覆生活實驗室 ReHaul創辦人說 希望進一步激盪出更多的跨界合作 來探索永續的各種可能 然後那選在松菸很重要的 其實是希望通過這個基地 有更多的跨界合作 所以這個整個concept跟規劃 都跟我們原來長不一樣 因為原來其實很手作 然後像以這邊 其實它整個是實驗室的風格 其實就是那個目的 其實是為了更多跨界的實驗 那松菸它是不能講松菸 松山文創園區 它其實就是一個創作的基地的平台 然後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 可以有的是更多跨界的合作 對而不是只是單純我們自己 可以發展出來的東西 而去推廣 因為其實現在 大家對於永續的概念 其實是慢慢在發展成熟 所以其實我們推出之後 我們有很多主動來找我們合作的對象 並不是只是你看到說 那幾個人來體驗 其實有很多品牌 跟我們做跨界合作 UNIQLO 加勒服 Jeans Moshi 其實有很多品牌 都是主動來找我們合作 那那個可能相對會是 比較穩健的business model 對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還是一個企業體 那只是定位會是比較像社會企業 那社會企業其實就是 我們要去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而組成的一個企業體 可是這個企業體必須自己 去承擔盈虧嗎 對 所以它還是應該要 比較健康的business model 去支撐這件事情 可以發展 因為松山文創園區 它主要是就是 新舊共榮的文化創意輸火區 對 然後我們是以創意跟經濟 在這裡打造一個共生共好的所在點 那我們同時也以就是時尚 還有設計跟體育作為文化的主軸 所以當時在邀請就是 Rehaul Living Lab 就是反復生活實驗室的進座的話 希望可以帶給園區更多 設計跟時尚的元素 那讓民眾可以走進這個場裡面 去親自體驗 就是這個時尚永續的服務 對 那他們在這裡也碰撞出了 許多的創意火花 然後在這裡也就是反復探索著 永續的各種可能 我們是希望可以讓就是大家看到 更多不同面向的松岩面貌 透過各種創意規劃與永續方案 永續文創品牌Rehaul 致力推動廢棄材料的升級在製 也邀請民眾一起來響應 讓永續生活成為日常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